陳時中擔任衛福部長時說大陸打的疫苗 我們可不敢用 連大陸要送BNT政府也打死不要 陳時中還說自己就是有抗中保台DNA 但欄尾抓包愛抗中的陳時中 擔任北一大董事期間 2016年底赴大陸參加北一大和寧波醫療中心的交流活動 時間點就在上任衛福部長前一個月 飛到寧波當地跟共產黨的官員進行交流 加強未來的合作 王仁元坐在中間陳時中坐在右側 畫面非常的融洽 難道這不是兩岸一家親嗎 是一個公開的行程 並沒有所謂的私下交流 那時候我是第一大的董事 我是代表董事會去進行一個正常的一個活動 藍軍炮轟 陳時中要選舉就高喊抗中 喊當時到大陸交流的模樣怎麼差那麼大 當你坐在寧波感恩周年慶的會場的時候 你有沒有抗中保台的DNA 還是那個時候這個DNA還沒有生出來 先有鄭韻鵬在大陸經商承認國籍是中國臺灣 顧麟雄也曾在大陸設律師事務所大賺人民幣 最抗中的陳時中到大陸交流時也笑嘻嘻 民進黨的抗中到底是喊給誰聽 在臺灣抗中喊得很大聲去吃飯交流賺錢應酬時 民進黨的抗中DNA不知跑到哪裡去 記者李希靜 林佩傑 次區小組台北財寶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